文字與資料的這個練習檔 那我剛剛提過就是在我們的雲端上面 請先把那個需要的檔案給下載下來 那下載的範例檔基本上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網址裡面的那個範例檔 然後你就把它下載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呢 那你可以看到在我們的這個解壓縮出來 應該解壓縮沒有問題吧 然後把這個資料夾打開 這邊有練習檔 那當然除了這個練習檔之外還有其他的 這些其實都是有一個對應的答案 不過我們先看第一個比較簡單 那後面當然有一些稍微困難一些些 我們會之後再把它拿出來再做解說 第一個先把這個打開 那首先的話呢 我針對那個題目稍微做說明 反正這一題第一個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這裡 手機有沒有 一欄裡面這個手機 那它需要做到的是這樣 反正就解決問題嘛 至於你要怎麼解決 可以想一些方法 我希望呢格式長得像這樣子 後面的東西 所以你一定會有個09 所以09是要自己產生一個文字 那在eSale裡面應該各位都知道吧 如果你是文字一定前後雙引號吧 這個規則其實VBA也是這樣用啦 其他的程式語言呢也是這樣用 那要串接的話呢 在VBA裡面一定是AND符號嘛 AND什麼AND它 所以把它串過來 在AND這個有個-的符號 所以-符號你可能要再把它把它補上 所以有一個什麼AND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這個-的符號AND 那這個84可是它一定要三碼 誒問題最大的問題就在這裡 怎麼樣可以把它變成三碼 那如果是84就補一個0 因為它最多要三個字 所以呢其實有幾個邏輯啦 第一個邏輯是 我可以先算一下它這裡面有幾個字 如果它有兩個字 那我用3去- 就會等於1 1的話1就補幾個0 補一個0 補在哪裡呢 補在它前面 所以就是084 那如果它裡面呢 判斷之後 一個字那就補兩個0 那變成007 全部串完之後 幫我把結果放在這邊 那這邊底下有個說明 就是AND符號 REPT加LEN OK第一個思考點 那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給做出來 不過呢 有一些同學 有同學對那個REPT可能不熟 所以你可以切到REPT來練習 這個REPT 顧名思義啦 其實就repeat repeat什麼呢 哪一個字 哪一個文字 那repeat幾次 所以它需要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所以你會發現第一個 插入函數 找到文字類的 反正後面我們要練習的 大部分的函數都在這裡 那往下找R開頭的 它會告訴你說 底下有沒有 TESTER指的是要重複什麼 LUMBER TIME 是重複幾次啦 按確定 那重複什麼呢 重複這個信號 重複幾次呢 那底下有個說明 100筆給一顆心 可是如果你點銷售量的話 它現在的話 158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不對 怎麼辦呢 除以100 因為我是要100顆心 100給一顆心 所以你會發現除完之後 後面會告訴你 返還的結果是 1.58 OK 可是其實像這樣子 當然它會自己取整數 但是比較精確應該是 把小數點捨棄掉 所以如果你要把小數點捨棄掉的話 底下有個提示 你可以在這個外面包一個函數 什麼呢 INT 前刮弧 後刮弧 OK 那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個INT指的就整數啦 OK 也就是說呢 它只會幫你留下整數部分 那小數點呢 就無條件 幫你捨棄掉了 意思其實應該 正確應該是留下整數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再來就是什麼 把它向下填滿 不過向下填滿會發生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C1的位置 不能夠改變 那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會把C1變C2 有沒有 一直一二那怎麼辦呢 記得 如果你要固定這一列的話 請記得在列的前面加一個什麼 錢的符號 那這個錢的符號意思就是說 如果向下填滿列號會增加 所以我這個時候列不要增加 那不過一般的坊間的書籍啦 連C前面都加啦 不過我是建議不用 因為橫向右的話呢 它才會藍號增加 我們現在只有向下嘛 那你沒事幹嘛多一個 所以比較精確的 其實應該是在列前面加就好了 OK 因為我發現坊間書籍都叫你按F4啦 但是那個做法我覺得不夠精確 為什麼 因為很多地方是OK的 但是有些地方 我只希望鎖列不鎖藍 有些地方只鎖藍不鎖列 那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怎麼還有什麼藍列喔 因為你這個觀念沒有建立好 後面有些地方 你可能效果做不出來 好 那這個地方就把它鎖起來 有沒有打勾 向下填滿之後 欸 Repeat做完了 另外還有LEN 算這個長度的 我想你們先把那個 函數先練習 待會我們再回到 綜合練習解決這個問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就是LEN 那LEN其實蠻簡單的 插入環數 這邊有個文 對別的話 我是選文字 因為我們集中火力 這個單元就先講文字相關的 那文字相關的當然 裡面有這麼多 從上到下 看幾十個 那每一個 每一個其實都有它的作用 嗯 比如說呢 我要取內碼 這邊有個Core 你要Core 這有會用到嗎 欸 其實還是有機會用到 什麼時候用到呢 欸 或許 等一下 也許其他的範例 就可能會用到 另外的話呢 比如說裡面還有什麼呢 像 常用的這些FINE 尋找函數 這些我想都用到 那比如說像這個取 字串的長度 那你可以往下找 它一定是LEN 這個LEN 跟函數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邊還有一個怎麼 LEN B 欸 這什麼LEN 還有一個B LEN LEN 還有一個LEN B 實際上呢 這有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 如果你用LEN的話 它是算字數 那LEN B的話 是算 敗者數 敗者 不知道 應該基本那個 計算器概念 因為在Israel裡面喔 如果是英文 或中 英文或數字 都算一個Bi 那如果你是中文的話 它是用兩個Bi 所以呢 如果這裡面假設 有中文字的話 它就會多一個Bi 就是變成兩個字 結果會不太一樣喔 那這個在哪邊地方可以用 如果你想知道說 某個儲存歌裡面 中文字有幾個的話 你可以把LEN LENB的結果 減掉LEN 的結果 那就知道 有沒有 有幾個中文 為什麼 因為之間會有相差嗎 應該聽得懂我的意思 OK 那至於實際上的使用 你自己可以玩玩看就知道了 比如說打個中文 打個數字 然後呢 用LEN跟用LENB 看看結果已經不一樣 當然一定是不一樣的 OK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LEN 按確定 把這個結果給他 因為他只需要跟你要什麼 要自竄 有沒有 TES 所以你就給他一個自竄 那他就幫你算 有幾個 總共10個 按確定 下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了 欸 身分字號當然理論上 應該只有10個字 可是他回來是11個 表示錯 所以是否正確的話 你這邊旁邊可以做一個 不過你可以旁邊可以順便練習什麼 插入函數 我剛講LENB有沒有 不過在這一題理論上 如果你用LENB 這邊應該結果會不會一樣 應該會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裡面都是 除非說什麼 你在這個裡面 加一個那個什麼 加一個中文 比如說中文字 我打一個 打一個好了 打一個 Enter 有沒有發現哪邊不一樣 有沒有 欸 這個12個字 這個呢 變13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你想知道 某一個出聲歌裡面 有幾個中文字的話 他很簡單嘛 你就把LENB的結果 減掉LEN 那不就知道了嗎 OK 所以有些東西 延伸性的應用很多 只是 書裡面沒講到 不代表 他不會被用到 所以 我的習慣是 反正 這邊所有的函數 有時候瞄一下 看一下 哪一天剛好用到 你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了 不然以前如果遇到什麼 算 某個出聲歌裡面 有幾個中文字的話 你就頭痛了 用眼睛看嘛 我想你這個可能 用眼睛看一定是 非常沒有效率的事情 OK 那這邊順便提 另外的話呢 是否正確 當然你可以利用 後面我們還會講到的 邏輯函數 有沒有 邏輯裡面一幅 這個我想比較簡單 如果它的長度呢 是等於10的話 那表示它是正確的 所以正確的話 也許我給它打個Y 反之的話 打個N好了 Yes或No OK 按確定 上下填滿 那答案當然會出現 上下 OK 那底下的話呢 這邊有個性別 那這個性別的話 其實可能不是只用L1 可能要用這個 middle函數 mid 那這個middle函數呢 基本上 如果我要判斷它的性別的話 基本上呢 我要抓什麼 抓這個字串裡面的第幾個字呢 第二個字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它回來是1的話呢 那表示是男 反之就是女 OK 那這個地方當然 我們會有兩個邏輯 應該是兩件事 第一個可能要先抓 那個什麼呢 抓第二個字 抓到第二個字之後 然後再給一幅做邏輯判斷 所以喔 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處理比較複雜的那個 過程 它可能需要兩個動作的話 那我的習慣是先處理第一個 再處理第二個 那把第一個的公式剪下來 放到第二個裡面 那如果還有第三個呢 再把第二個的公式剪下來 放在第三個 如果還有第四個 就一直類推 一直貼一直貼 所以你會發現喔 有的那個公司後面一串 哇 好長一串喔 怎麼做的 絕對不是一次做 像我的習慣就是 剪下貼上 剪下貼上 但是你的邏輯步驟要清楚 有的人邏輯步驟不清楚 當然也做不出來 OK 不過像比較複雜的 我還是建議用VBA處理 可能會 反而變比較簡單 因為這個地方 它本來就不希望你 處理太複雜的事情 太複雜的事情 還是交給VBA OK 那第一件事情 就是插入函數 找到什麼呢 找到文字裡面的 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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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從哪個 所以它三個問題嗎 那其實 這個函數主要就是問答式的 你只要看懂前面他問你什麼 我想你應該就會用這個函數了 所以這個邏輯這個規則你會啦 其實就不用死背啦 一定不能死背那個函數啦 很多時候就是第一個 你的文字在哪裡 所以不管它前面都用英文 在這裡 star number 意思就是說從第幾個字開始 star 從第幾個 那它的數字是一二 我們要第二個 所以你輸入二 那number charge chars是字圓 幾個字啊 那我要一個字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喔 你只要把這些上面的問題 填完之後 後面會有幫你列出 到底取出什麼東西 會把最後的結果丟到下面 這個就是結果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點 在esail裡面喔 它這邊喔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有沒有發現 這個一跟上面的一有沒有不一樣 這個對 這個觀念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因為很多人喔 搞不清楚那個字圓 就是文字跟數字的差異 其實在esail裡面看到都一模一樣 但是結果就不一樣 兩個判斷就不match了喔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是文字的一喔 因為上面是文字 所以切出來也會是文字 除非你把它轉成數字 ok 那這個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減下來 再插入什麼呢 邏輯判斷 邏輯的話在這裡 然後邏輯什麼呢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找到的這個字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1的話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對不對喔 但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公式喔 看起來 有沒有問題 看起來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哪裡有錯呢 結果應該是難吧 對對對 這邊會預覽有沒有 可是你想說好像沒錯啊 我發現很多人在看不出來 哪裡有錯 我剛剛有講的 關鍵在哪裡呢 這個 這個1是數字1 但是剛剛抓回來是文字1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那個數字跟文字看似一樣 但是 卻是不一樣的 你只要加個雙引號 你會發現 結果就正確了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才正確 但是如果沒有全部都女生喔 OK 不過喔 這邊還有一個就是說 之前就有同學問了另外一個問題說 老師 可是呢 我們很多工作裡面喔 他這邊比對的來的都是數字啊 所以呢 我後面不能動 但是我有沒有辦法動前面 前面來的是一個文字 那 後面是一個數字 那 可是我不能動 欸 後面我只能動前面 那怎麼辦 欸 對 轉型啊 轉型就是把什麼呢 把那個文字 轉型 轉換成數字 那其實不管是Excel啦 其實很多那個 你會寫程式的同學應該也清楚 就是 也都會有轉型 那轉 可是問題要怎麼轉 要用哪一個函數 可以幫你轉 其實這個答案在哪裡呢 當然我 所以我特別強調 插入函數裡面有沒有 你可以從文字類裡面 這邊的其中一個 函數 他就會有具備轉型的 那當然你就往下找 可是你會發現喔 他在哪裡呢 你看 一直找一直找 其實不用這樣這麼辛苦 直接拉到最下面一個 Value 就是了 有沒有 所以我說啦 有的時候喔 你就把它Run一下 剛好就會用到 將文字資料轉換成數字資料 有沒有 所以好 如果你要 假設啦 你後面不動 動前面的話 那你有個方法 就怎麼樣呢 直接呢 在這邊有沒有 不要改 但是呢 你要怎麼改呢 在 MID的前面 加一個Value 錢瓜糊 跟剛剛那個 INT 後瓜糊請你加在哪裡呢 等號前面 意思就是說呢 把這邊 切完的資料 怎麼樣 怎麼樣 在幫你轉成數字之後 跟後面比對 那比對的結果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應該也會跟最後的結果 一模一樣 沒有問題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那這個實際上喔 將來會用到的機會還蠻大的喔 很多時候 後面不能動 只能動前面 那怎麼辦 你就是 只能加一個Value 去轉型 那就OK了 齁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稍微再練習一下 那還有像 其他像Labs Labs 這邊可能有一個問題 比較難 欸 吳先生 張小姐 這邊要出現 怎麼做 這個是取第一個字 這個是判斷之後 轉換成 如果是男是先生 如果是女是小姐 欸 這個地方該怎麼 請各位試一下喔 來 畫面再還給各位喔 試一下 那當然 其實這邊主要是靈活 彈性的 這個 把一些 函數喔 做一些 比較 我想 就是 綜合性的使用喔 所以這個我想 還是要 對於Excel 一定要有一定的熟練度喔 試一下